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會講由一個很利地的人 去講一個很鐵地的題目 劉明偉 投胎界KOL劉明偉 寫了一篇文章,先導計劃無助舒緩人手不足問題 最主要是針對零售業的人手不足 周謙大師,好像是你要發現這一篇文章 先導計劃與舒緩人手,但空缺還增加了 有了之後,還比沒有的時候,增加了很多 幾千個空缺再增加幾百個 然後他就說,他的成績是因為太辛苦了 待遇又不夠高 待遇又不夠高 所以如果改善待遇狀況 加多薪金,就可以吸引多年輕人 根據我有一個立法會員,是立法會員零售界的 邵家威 他說他之前寫的一篇文章 在講零售界的什麼問題 即是準備面對的問題 都講到租金問題 不知道劉明偉是否回應他這篇文章 於是我就沒有辦法,我就寫一些文章 那是離地對離地,自由黨對劉明偉 是,我一直都覺得自由黨很奇怪 尤其是自由黨,林食界和零售界這兩個位置是很尷尬的 因為他們應該最大的對手,應該是一些地產商 但問題是你地產商是否可以和地產商開放,開到什麼地步 這是什麼的 我想大家都覺得租金是蠶食,大部分的利潤 香港的租金是很不合理地高 我看這篇文章就覺得很感慨 因為劉明偉是代表了一個很大的業主 而他們應該是很能夠深切地理解零售界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的租金在經營的比例上超乎甚常地高 他自己作為投胎界KOL 他應該是最大得一者 如果香港不是這麼貴的租金,他都做不到投胎界KOL 如果香港是正常租金的話,他們的家庭,跟外國差不多 他們的家族應該不見了,應該是正常地 應該要不見八成的資產才合理 其實他寫得很悲天問人 你看零售業為何沒有人做 你參考政府數據 零售業的工資中的數字是13500 比其他行業的總平均數17000元 少了三成那麼多 還有零售業,你看他們長時間暫立工作 又會有肌肉酸痛,甚至疲勞 又有靜脈曲張,又有竹底筋膜炎 有何理由這麼辛苦的工資,人工還會這麼低呢 只有一個方法 加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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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吸引到年輕人去就業 零售業,我首先講回,我不知道是否算是來地看 這是我的親身經驗 我最近發覺,零售業的人工是否很低 我不知道 但是平均的,月薪我不知道 時薪其實是女創新高 其實我每次看到有一些招聘廣告的時薪是超過50元 我拍了幾十張,所有時薪超過50元的工作,包括KFC、71、吉野家、Starbucks 有些人還不相信,50元一小時? 你以為店長嗎? 因為現在最低工資是37.5元,38.5元 我現在實在告訴你,零售業,起碼在兼職方面的工資就不是很低 第二件事,如果你有去看現在的七仔、KFC,他們那些員工都有年輕化的傾向 為何年輕化呢?就是因為人工高了,老闆當然寧願請過年輕人,就不請過老的 所以現在就是由以前很多阿伯、阿嬸去做,慢慢變了很多年輕人做 究竟那件事發生成怎樣?我懷疑劉明偉是否知道的 就是這樣 有兩個經濟角度 第一個是港港隊沒有說的,你信供求的話,就這樣就說完了 這就是市場的定價 就是年輕人覺得不喜歡做,就去第二處做 這是第一個看法,第二個看法就是,喂,你是建制派 你不是沒有收到封,又或者不知道政府現在打經濟派 就說,哎呀,經濟海嘯了,補就而言 他可能也有一點,所以就是因為這些抗爭運動,令到零售業蕭條 就加不到薪金,就沒有人參加,是不是這樣? 他不是說應該潛台詞,搞得我加不到租 是嗎? 要減租,要減租 其實這樣說,因為我認識很多收租佬 有一個收租佬很悲哀地說,哎呀,真是慘 他說他兩個舖,一個舖就減了四成租 一個舖就減了兩成租 他說結果兩個都加不到租,因為兩個都虧本 他說以前是很盡時間租的 那當然我心想 你們香港的租佬這麼貴交給我們 但他收的便宜 香港的租佬這麼貴剛那麼貴 你們的舖舖租這麼貴 即使減四成租,都不為多 他說唯一些唯一交的租就是匯豐 因為匯豐,原來租的匯豐,只要先鋪一扰 所以他沒有辦法 搬成本太貴 他除非接了 整個公司只接了一間店 否則不會搬 所以就是匯豐交租 否則其他都交不到租 所以當然現在來香港的舖租還好 都作為太貴 大部分的經營成本都在租金上 所以我覺得他作為香港的大地主之一 說出來這件事是非常尖 我想你講到這裏 他可能會突然醒覺 根據市場供求 我只是用市值租金租給人 既然你知道 零售業人工就是市值的人工 為何你的租金就要跟市值 人工就不能跟市值 一定要加上去 這些其實是怎樣說 都是一些不吃人間煙火 自私自利 顧及自己利益 而不去考慮整件事 你問我 我反而觀察到兩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現在經濟衝擊 對於香港零售業 可能打擊不是很大 因為還有很大的減租空間 很簡單 如果零售業差了 你便透過減租去抵消經濟損失 現在租金這麼貴 有時間減租 所以經濟打擊 可能還有很大的不法去吸收 有一個人跟我說 富豪酒家的老闆阿勇 他說他最賺錢是2004年、2005年 他問為什麼2003、2004年 最賺錢 因為減租後再減薪 減租後再減薪 他說最賺錢 他說現在 香港經濟最好的時候 銅鑼灣要降落 因為租金時太貴 當然後來現在還要拆細重建 所以他說 其實反而沒有關係 第二件事 我最近也有看過電視節目 他去嘲諷年輕人 有個年輕人 有個年輕人說要買樓、買車 但是他說 我又嫌炸鐵辛苦 我又嫌炸其他工種很辛苦 我只是想做文職 那些人就嘲笑 你買樓又不肯辛苦 但我看的另一件事 就是 現在就是很多年輕人 他很想做一些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做不到 那就做一些操縱的事情 你鼓勵年輕人去做零售業 結果是什麼 他們的心目中 零售業是沒有前途 零售業很辛苦 零售業的工資 加得很低 其實你是隱瞞 埋下了社會不安的炸彈 當我發覺 原來我做零售業 第一 人工又很低 第二 原來做不做 其實我很容易找到其他工 他就是造反那班 你問我要解決 首先第一件事 你可以做到像外國 外國適應全部都是專業 外國就是要收兩三成的提示 去當做一種專業的回報 香港 劉榮偉就是懂得說 家人工 家人工 但你又不肯減租 又不去想想 怎樣令到年輕人 覺得身為零售業的從業員 是一種有發展的將來 我覺得香港 比外國最大陸的地方 香港是作為一個窮人 中國大陸也是 作為一個窮人的生活 是很痛苦的 外國的話 其實你不用賺太多錢 你都可以過一些 可能說你住的房子不太小 你吃東西當然很便宜 你仍然有車渣 你仍然是過了一些 挺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就算 那些人可以去尋求自己的理想 生活 即是做一些人工很低的事 他都不介意 因為其實他的生活環境是很好的 但香港 我覺得作為窮人的生活質素是很差 所以我真的不可以做年輕人 或者不可以做一些人工低的事 我講過 最後我講過收租佬的笑話 真是真事 我朋友做廠 做廠另外有個朋友一起打 那月呼球 玩的那樣 那個就是收租佬 有一次他收租佬問我朋友 我問你最近忙什麼 是不是很忙 對呀 那些訂單 又說什麼貿易戰 很煩 他問你這樣忙 你不要忙就好 我煩其他事情 他煩什麼 他說一一不是太多錢 那一個月 收百多萬租 即是坐著收百多萬租 駕六七一樓 他煩什麼 他就說 我不知道時間怎麼花 很困擾 收完租 即是收租收多少時間 那收租就回來了 然後就放在那裡想 他究竟怎樣花錢 怎樣打花時間 即是他的煩惱就是這樣 即是你早期買了物業的人 當租金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稱讚他 他眼光好 沒有這個風險 剛巧博眾體重這件事 那是要競爭底下 是他應得的 但是發生了之後 你博得到的人 事實上的租金就是很久 這樣說 如果利用經濟的角度來講 他競爭底下都可以 但問題是 如果政府的角度來講 你會覺得 即是說 我想我們讀經濟學的時候 很多事情才會覺得 你為何要有通貨膀獎 因為那些人的錢存在 不動的話 即是不是投資 經濟大家就不投資 所以有時候興奴基督膀獎 去蠶實這些錢 是對的 如果不是那些錢 就拿出來投資 同樣地現在的錢就去石頭那裡 現在就是那群完全不做事的人 完全不用花錢 因為炒股票 炒股票又要騙別人 又要騙別人 又要騙別人 有很多東西 又會輸又會什麼 你選股票 你選股票很容易選錯 那樣東西你是投資 就輸眼光 但樓是一樣 最不需要用腦 累積最多財富 然後那些人是最無聊 炒股票我真的需要天天去讀 今天買了之後 很穩陣的 明天都說不會輸 但樓是不需要的 你一旦買了 做了決定之後 你就一邊坐在那裡收錢 所以社會就充滿了 就好像你的朋友 劉明偉那些 不需要做的 而能夠可以獲得 社會上最大的財富 這就是不安的來源 因為你就是仇恨的目標 所以到最後 我覺得很慘 劉明偉已經代表我們青年事務委員 為何政府會找他做 然後你又代表零售業又發聲 我覺得政府應該給大志堅勳張 劉明偉 因為他捐了很多錢 但你應該是將他給他最高的榮譽 然後不能給世術實質的事務 這個是應該的 這是什麼 他是做榮譽 因為他真的付出了很多代價 那他的家族又付出了很多代價 那我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但問題就是 你如果給他做實質的事務的話 你這麼離離去做 你給他發言權 你要給他榮譽 不給他發言權 不給他權 那是對的 你那些十個大志堅勳商 我都沒有所謂 但你不要讓他坐 這個青年事務委員會 因為今天的香港局勢 發展成這樣 其實他不應該問責還是怎樣 第一件事就是 你幫年輕人說話 結果搞到年輕人 變成社會最不安的來源 你是不是應該要就這件事 去見可見反省 我用什麼理 這個 其實現在我看見 我都覺得有少少先知 因為我幾十星期前 開始寫一些關於什麼 這個問題就是 作為建制派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 任務就是緝拿戰犯 是 代表做作業 要先停止建制派 是 沒錯 就是讓內必先安內 所以現在 或者最低限度 不要說是否懲罰 不要讓他繼續犯錯 是 所以首先現在出錯16 你們眼相受先發言 是 最低限度 你不要再坐青年事務委員會 是 好 現在就到這裡 到這裡 到這陣子 到這陣子 他也要玩 到這陣子 開開心